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秦始皇统一六国 千古一地奥天下 二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之志称盛世 三王博腾王阁续 扬明立万 文章一行传千古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秦始皇统一六国 千古一地奥天下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位名镇千古 让后世既爱又恨的超级帝王秦始皇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秦始皇确实是个霸气色漏的家伙 他不仅仅是统一了六国 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多民族 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国 这位一帝 可不是随便一个弟子就能称呼的 他是真帝中帝 老大中的老大 想象一下 那个时候的中国 各种诸侯国 就像是现在的综艺节目一样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秦始皇 就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导师 一边唱着 我要我们在一起 一边把其他国家 一个个淘汰 最后 他成功地把这场 六国版权力的游戏 变成了秦的独角戏 他的统一之举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合并 更是文化 经济 政治全方位的整合 他下令统一文字 杜梁恒 还修建了万里长城 这可不是为了当时的步行者 建的最长的健身步道 而是为了防御 北方的游牧民族 他还修了之道 这可不是为了让他的民众 可以愉快地 开着古代版的跑车标速 而是为了军队能快速调动 当然 秦始皇也是个有点洁癖的人 他不喜欢别人说他不好 所以就有了焚书坑儒的故事 这件事情在后世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有人说他是文化破坏者 也有人说他是在整顿学术环境 不过 不管怎样 这件事情确实让他在史上 最具争议人物排行榜上 占了个好位置 秦始皇还有个小小的梦想 那就是长生不老 他派人去海上寻找不老药 结果那些人只娶了他 说是找到了 但是岛上的神仙说 秦始皇的国内 还有不稳定因素 不能服用 这大概是古代版的片子公司 告诉你中奖了 但是需要先交税金的故事 最后 秦始皇的帝国 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长久 他的死后 秦朝很快就崩溃了 但是 他的影响力 却是深远的 他的统一行动 为后来的中国历史奠定了基础 也让秦始皇这个名字 成为了永恒的传奇 所以 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 不仅奥天下 还让后世的我们 有了无尽的话题和思考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帝王 也逃不过人性的弱点 和历史的评判 不过 不得不说 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至少在历史的舞台上 他演绎了一出 无人能及的独角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之志称盛世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唐朝的超级巨星 唐太宗李世民 和他的黄金时代 贞观之志 首先 李世民这位哥们 可不是一般的皇帝 他是那种 能在战场上 一边指挥千军万马 一边背诵 诗经的全才 他的统治时期 被称为贞观之志 大约从627年到649年 这段时间 唐朝的GDP和人均快乐指数 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贞观之志的成功秘诀 首先 李世民是个人才发掘机器 他不仅仅重用了一大批能干的官员 还创立了科举制度 让不少平民百姓 也有机会进入朝廷当官 这就好比现代的公司 不仅仅靠招聘经验丰富的高管 还开放实习生职位 让有才华的大学生 也能大显身手 再来 李世民还是个和平主义者 他积极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 使得唐朝的国际地位直线上升 成为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 这种外交策略 就像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 朋友圈扩展大作战 让唐朝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影响力越来越强 但是 贞观之志并不是只有歌舞升平 李世民在位期间 也是个严格的管理者 他定期召开贞观政要会议 就像是现代公司的董事会会议 让官员们报告工作 并且提出改进意见 这种管理方式 确保了政府的高效运作 当然 李世民也有他的小缺点 比如 他对待自己的兄弟们 就不太温柔 毕竟 他是通过一场 名为玄武门之变的政变上位的 这就像是家族企业的接班战 兄弟几个为了爸爸的 CEO位置大打出手 最后李世民 赢得了这场家庭游戏的最终胜利 总之 贞观之志是 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 而李世民 则是那个时代的明星CEO 他的治国理念和管理手腕 即使放在今天 也能给不少管理学院的教授们 提供丰富的教材内容 不过 如果你想模仿他的成功 记得避开家族政变这一章节 毕竟现代社会 对于这种事情 可不太感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王博腾王格旭 杨明立万 文章一行传千古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王博这位唐代的文学奇才 和他那篇令人嘖嘖称奇的 藤王格旭 首先 王博 这位年轻才俊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文人 他的才华 就像是超市里的现实特卖 一出现 就引起抢购热潮 他的 藤王格旭 更是如同文学界的 iPhone新机发布 一经问世 无数文人默克争相模仿 可谓是一时独领风骚 藤王格旭 是王博在26岁那年所作 这篇续文可以说是他的文学事业的登峰造极之作 他在这篇文章中 不仅展现了自己身后的文学功底 更是将描写景物的技巧 和抒发感慨的情感完美结合 创造出一篇千古传颂的佳作 这篇文章的开头 王博豫章顾俊 宏都心腹 简直就像是一个高手 在准备开始他的魔术表演 一开始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接着 他用兴奋一枕 递接横颅这样的句子 将藤王格的壮丽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让人彭彭清临其境 但王博不仅仅是一个会描写的好手 他在文章中 还巧妙地融入了对历史的回顾 和对人生的感慨 他提到了藤王格的主人 藤王用意诗勇这样的词句 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传承 不过 王博的人生并不像他的文章那样光鲜亮丽 他的一生颇为坎坷 最终在29岁时因为一场传难而英年早逝 这就像是一部大片 在高潮迭起时突然停电 观众还没来得及看到结局 主角就已经消失在了黑暗中 总之 王博的藤王格旭 不仅在当时扬名立万 更是成为了后世学习文学的典范 他的文章一行 就像是一瓶陈年老酒 越酒越香 传千古 而他的故事 则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耀眼的星辰 也可能在不经意见熄灭 不过 幸好我们还有他的文字 就像是星星留在夜空中的光芒 永远照亮后人的文学之路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聊了秦始皇 唐太宗 李世民 和王博 这三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秦始皇统一六国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多民族 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国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实施了贞观之制 使得唐朝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王博的藤王阁旭成为了文坛的瑰宝 他的才华和文字成就受到后人的广泛赞誉 这三位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上的伟人们不仅仅在政治 军事上有所成就 他们的文化贡献和思想影响 也是不可忽视的 他们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 也有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他们的故事既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人性的展示 那么 你对这三位人物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他们的故事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